哈嘍 鏡頭在那裡 我們要看它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我們的物價 到底差在哪裡 OK 首先呢 我先從我這個 辣味的泡麵開始 這是什麼味道? 這就是 辣牛肉湯麵 這個 辣牛肉湯麵 因為我這兩天其實 晚上餓的時候都會吃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能 這沒有經過美肌 我可能比較瘦 是因為我最近真的瘦了十幾公斤 就是因為晚餐不敢吃太多 然後呢 我現在在這邊找到熱量比較低 還是得要200卡 但是呢 這不是我能找到最低的小杯麵 這個呢 它是 看一下 那個收據 收據我有做轉換了 然後它 是22.75 Filibin币 然後最後台幣是12.25元 我們就算12塊 好 蠻便宜的 OK 然後 但是不是什麼東西都比我們便宜 啦 像是一些西式食物 這兩包 可是很大包喔 這是那種超大包的 那些什麼東西都比我們便宜 對 哪些什麼 哪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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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應該在台灣更貴吧 我也不曉得 因為我不常吃這個 再來就是這個水果 蠻大一盒的 跟我們台灣價格差不多 是一百 一百甚至四點四塊 然後就適合 我們台幣 74.6塊 75塊 沒有綜合水果 台灣這個也大概要賣到七八十 水果的價格差不多 但是要看地方 像我昨天在路邊攤買兩顆大蘋果 才50塊菲律賓幣 這樣算起來應該在30塊左右的 不到30塊台幣 所以要看地方 我們是在Robinson超市買的 所以它比較貴 因為都是比較有錢人缺的地方 再來就是我最愛吃的 他們菲律賓的這種 大顆的 那個 柚子的 那種紅色柚子 他們都是剝好便宜的 這個是Pamelo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八塊 台幣76塊 76.8塊 大概77塊 也不便宜 不過這個肉蠻厚的 可以見大家到菲律賓來可以吃 再來就是 Adam最愛 你的最愛的 威士忌 威士忌 喝酒不宜 在這邊 頻道要跟大家宣傳一下 不要喝太多酒 像他一樣 喝太多酒 Alcoholic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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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少 這個 約28% 其實我們台灣賣都是40% 40%的酒精 這是 26% 28% 28% 28% 的酒精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然後大家要知道 其實菲律賓的酒都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呢 在超市可以賣比較貴一點點 多少錢 嗯 其實它是很便宜的 它是賣395塊 就是等於我們219塊 220 219.9那就是220塊 其實我們在 我記得在 這個應該也比較大 多少瓶 1瓶 這是1公升 因為台灣賣的是700cc的 所以1公升賣到200塊 算是蠻便宜的 因為 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 它可能 酒精濃度沒那麼高的 那種一大瓶的 也 大概100來塊左右 百幣而已 所以換算下來 所以 大家到這邊不要喝太多 因為不要因為酒 就買太多酒來喝 不要因為酒便宜 就買太多酒來喝 喝酒不宜 然後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 就是 兩罐這個 林堂的 Pepsi 很奇怪喔 我覺得 有點難找到 Pepsi Zero 在台灣 他們沒有賣很多 Pepsi 產品 Pepsi Zero 就是 百事可樂 在台灣 不僅不好買 尤其它零卡 更難買 好像 你只能找到 Pepsi 在 Burger King 對 對 Burger King 好像 漢堡王 還有 好事多才有賣 林卡 一般來講 你在台灣 能夠找到 特口可樂的 林卡 比較好找 那這兩瓶是 哪一瓶是 Pepsi 0 二次 那 那 那 兩瓶是 134塊 一所 等於 74塊 一瓶大概 三十二塊 哪一瓶 4 Divided by 2 Divided by 2 三十多塊 這一瓶也是 大概三四十塊 所以 也 跟台灣差不多 OK 所以 要看 你買的東西是什麼 一般 其實菲律賓超商的物價 跟台灣差不多 有些還是真的比較便宜 但是 如果你去他們的路邊攤老買 那就真的是便宜的 不得了 就是 天狼之別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提到 我們每次來菲律賓最大的目的 有一個就是 Do the Massage 對嗎 因為 它是很便宜的 現在是很便宜的 我認為他們很驚訝 我記得 他們以前 通常負責我們 $750 對 那 那 那 我們回到後 是$1,150 $1,150 那我現在呢 待會我把價格打在螢幕右邊 $1,150 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的錢 這樣算起來是比台灣便宜很多很多 那 因為台灣現在一個小時大概就要快一千塊了吧 然後 換算成 Faking B也是要兩千多塊 兩三千塊 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算大概是台灣的半價到三分之一的價格 你就可以享受到全套的 全套的 全套的 泰式按摩也好 或者是 Aroma 就是 肉壓 油壓 然後 再來就是瑞士的 蘇伊斯 Sweetish Sweetish 或是 香氣 價格一樣 那當然你可以選一個小時 或單壓 上半身或下半身 或 不是下半身 是腿部的 或腳部按摩 然後 這邊可以說是按摩的天堂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邊 傑森老師不要開黃香 但是實際上 這邊如果說 你看到一些正統的按摩 他們通常會問你要不要附加一些特別的服務 這個我就不推薦 你們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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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不指導大家 那價格呢 大概 如果你們需要 額外服務的話 大概就是 一千 那再多的話 就最好不要 或者 你可以 或者你可以 給他談 因為我覺得 一千塊就很多了 頂多一千五 如果說 你真的很喜歡的話 然後 這裡 大概就分享到這裡 那菲律賓其實還是 雖然表現上很保守 那實際上 因為他們 他們 他們的 個性非常的 溫和 非常好客 所以 基本上 你在這邊 一定可以過得很快樂 然後 大家都對你很好 尤其在飯店的服務人員 不管是便宜的也好 或者今天我們住的這五星級飯店 然後只要兩千五左右 要兩千多塊 含兩克 非常豪華的早餐 來菲律賓你只要住到五星級的飯店 然後呢 如果有含早餐的話 那你就會非常超值 因為 菲律賓這五星級飯店 他們號召就是 非常棒 非常豪華的 五星級的早餐 因為他的早餐 他呢 是不同station 然後呢 我怎麼比方呢 甚至比我們小食天堂 還豪華 因為他們早餐 就等於是正餐了 有各國食物 然後呢 有一區一區 麵包區 水果區 水果區還有人 還有人幫你雕花 很誇張 這裡我是還沒吃 我明天才會 吃他們早餐 然後明天呢 我們checkout之後呢 我們會要入住 The Manila Hotel 就是我們每次來 非兵必住的飯店 比這裡稍貴一點 大概是三千塊台幣左右 你就可以 含兩顆 豪華的免費炒餐 來這邊呢 必推 就是菲律賓旅館 這兩間旅館都是上百年歷史的 這間旅館有翻修 然後 菲律賓旅館呢 我之前好像有開箱過 這次如果大家有敲碗的話 我再幫大家開箱一次 那這次是我們這次菲律賓的 行程 因為我們才來第三天 第二天第三天而已 我們大概有七天的行程 我們已經來第八次了 因為菲律賓 是我覺得CP值超高的地方 因為你 我媽媽就 常常笑我說 為什麼我們每次都來菲律賓度假呀 我都是跟她講 在台灣的話呢 你做個高鐵來回 然後呢 再加上飯店 那不如來菲律賓玩 因為價格搞不好更便宜 譬如說我們這次來 來這邊 一個人來回票 過年喔 才五千塊而已 五千出頭 就可以買到來回票 五千塊台幣 不是美金喔 挺好 然後呢 你就想做一趟高鐵來回 然後住旅館 你看 這邊的旅館五千金飯店 是台灣的飯店的 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的價格 你就會住到非常 服務非常好的飯店 然後呢 應有盡有 然後這裡是 在梨沙公園旁邊 非常非常的熱鬧 所以您要去各個大的超市啊 商場啊 或讓你數不進的餐廳 都可以讓你選擇 好,你怎麼想到 菲律賓 我認為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我喜歡來這裡 而且 它不會破壞了 去到菲律賓 尤其不是從台灣 全部都很便宜 很溫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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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非常客人 很溫馴 發生意的是 一種其他品牌的最高 雖然之外 那是最高興的 那只有一種事 我肯定是 那會受理解我 之間 我現在好像去見過 泥膩 不中 那是 吧 你 你也有很多台湾人在你 我感到很嬉害 是的,是一個複雜的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見到你一會兒 我是Jason 我是Adam 見你一會兒 拜拜